我們知道一剛才是這個電容板子 平行板沒有電客對不對 然後我是從外界一個電池接通了以後 接通就開始充電對不對 所以充電的過程當中就是一直有一些DQ 從這裡搬到這裡負DQ搬到這裡來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是電池在做工對不對 電池在做工 電池所做的工是多少呢 我們來計算一下 當DQ在這裡的時候它的電位 DQ在這裡的電位 講說這個電換式是Aption的話 在這邊的電位差是Aption 這邊原本因為沒有電盒 所以這裡的電位差是 這邊的電位是0對不對 所以這裡和這裡是Aption 所以如果 當這邊 因為有一些電盒 已經有Q的電盒的時候 假如它已經有Q的電盒的時候 那麼 你要把DQ放出來的時候 這個電位差是多少呢 你就等於是要從Q的時候 除上C 就是它現在的電位 現在的電位 現在的電位是等於Q除上C 看這個電容有多大 所以V是等於這樣子 所以當這裡有Q的電盒 我還要把DQ放到這裡 我要做多少工對不對 對吧 我的電 電池所要做的工 就是等於電位 V 先上DQ V先上DQ 就是我要所做的工 所以我把所有的積分起來 Q呢 Q這個變量 Q在這裡的電量 是從0 一直到最後的寶盒變成Q 大Q 有識別什麼 一直做 那隨著Q增加 V就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那這邊的V 剛剛已經寫下來 C跟Q 0到大Q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 電池所做的工就是這麼多 C分之1是長度提出來 QBQ QBQ是等於2分之1Q不大 0到大Q C分之1 所以最後結果就是 2C分之1 大Q就不大 所以總共 電池所做的工 就等於儲存在這裡面 所以我就有 電位呢 你被儲存 儲存多少呢 我先加個1 代表電位呢 儲存的量是2C分之1的1 我儲存的電量是怎樣 那我們也知道 可以寫成 2分之1的Q 可以寫成CV 就是CV的平方 所以C的平方跟C交到一個 就可以寫成2分之1CV的平方 所以你也可以這樣寫 也可以這樣寫 當然你也可以寫 把這個 CV一個 然後Q留著 CV把這個寫成2分之1QV 也可以寫成這樣 所以我三個寫吧 好所以 儲存在電容當中的電能呢 是由 由什麼 由 這個電容 的電容值 以及 在板子上面的電刻的量 來決定 那這個過程呢 就是 做得這麼幾分 那麼儲存在這裡的電能呢 我們可以再 進一步來看 現在 我可以 把這個開關本來接上 對不對 本來是接上的 就開始充電 充到已經變成大Q了 我又把它打開來 我把它打開來 好 打開來之後 就可以把整個電池拿掉了對不對 整個電池都拿掉了 所以就變成 這邊有正Q 這邊有負Q 這樣子一個平行板電容 帶著電 它的電量 是大Q 所以 它的V 與Q之間的關係 就是 大Q 處於C 好 那麼 我們已經知道 對於平行板而言 這裡有均勻的電材 E W F20 而Sigma呢 可以選擇 Q over A 好 那麼 呃 我們 再進一步的看 這個電廠 對於平行板而言 我們有一個很重要性子就是 這邊的電廠是 這邊的電廠是 平行板外側的電廠也是 當然這是理想化的 實際上它會有一點點彎出來 有一點點彎出來 但是假如說 板子很大 彎出來的部分 所佔的比例假設很少的話 我們就把它 近視為理想的平行板電容 換句話說 這個電力線是 這樣子 OK 這是理想化的平行板電容 的電廠 所以按照這樣的話 我們知道 這個電位能 這個電位能 就等於儲存在這個平行板的中間 對不對 所以 UE呢 是 在平行板的中間 能量就在這裡 所以 有興趣的是 那這樣的話 我似乎可以定義一個新的量 有什麼呢 既然關在這個空間 我先問你這個體積 這個體積如果叫做V的話 V就是什麼呢 V就是面積層上距離 A除V 對不對 所以我來定義一個新的量 叫做小血的U 小血的U是 大血的U E除上這個體積 平行板的體積 所以 能量除以體積 這個叫做能量密度 能量密度 叫做energy density 他的單位顯然是 加2 除以 立方公子 對不對 那這個量 我們現在可以 很清楚的看到 U1就是 我們用這個來寫的話 2C分之1的 Q平方 再除以體積AE 對不對 那我們再把平行板的電容放回來 平行板的電容 我們剛剛講的 平行板的電容 平行板的電容 到底是什麼 F上0 A除以B 所以這邊呢 11分之1 就把這個導數翻一下 所以有個 F上0 A 然後B 他們增加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很快 就可以寫成 2 F上0 分之1 D跟D 消掉 D跟D消掉 A平方 分之Q平方 2 F上0分之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sigma的平方 對不對 對不對 而電廠是什麼 電廠是sigma 所以Aption0 所以如果 我這邊把它變成 這邊成一個Aption0 這邊就會變平方 平方把它移到這邊來之後 它的分母的話 就會變電廠 所以就會變成2分之Aption0 所以能量密度 電廠的能量密度 就是這個公式 所以能量密度 就是這個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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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分之1 Aption0 1分之8 這樣了解嗎 OK 就存在 在電廠的時間 那這個 這個能量呢 這個能量密度呢 我們可以 把它推廣 這雖然是對平行板 平行板 這裡的能量密度 跟這裡的能量密度 都是一樣的 因為電廠是均勻的 對不對 但是我們可以把它推廣 今天我如果 有一個點電 我們來這裡 這裡有個電廠 1 我可以問 圍繞在這個電廠 這個點附近的能量密度 是多少 這裡的UP 就跟這裡的電廠 很關 2分 可以管 再了解嗎 所以我可以問說 圍繞著這個點電盒周圍 在這個方面內 這是R1 這是R2 在R1跟R2之間 這個體器內儲存了多少電量U 多少呢 就去做積分 積分 積分UE EV 把這個體積 變成積分 就會得到 在這個範圍內的電廠的多少 先了解吧 那UE是什麼 UE是2分之1 Action 1.3 所以2分之1 Action 到外面 1.3的積分 所以就是 隨著這樣出來 積分 我們不知道電能是多少儲存 在這個合成內 你們了解嗎 好 這個就是關於 場的能量 OK